晚餐时间 台湾民众不少人喜欢吃披萨 在过去有很多披萨吃到饱的店家 不过现在选择越来越少了 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附近 这家披萨屋有二十几年历史 过去能够吃到饱 不过现在不行 只能单点 业者说这是因为太多民众吃不完 看着食物白白浪费 因此现在不惜生意缩水 都要取消吃到饱的餐厅 爱吃披萨的王小姐超失望 难得约好友聚餐 没想到经营二十几年的老字号披萨店 竟然取消吃到饱 新鲜上桌的厚片披萨 轻轻易辣 哇 看看这不会断的拉丝起司 光看就好吃 只是没有吃到饱 只能单点 看看这四个人 点了两款披萨 炸鸡 薯片 还有一壶饮料 吃下来总价一二八七 平均一个人三百二十一元 反观以前八款披萨 三种饼坯 汤 沙拉 三明治 意大利面 炸鸡 薯片 全都吃到饱 虽然一人三百五比较贵 但选择种类多很多 现在也不准吃 那你这样换掉就比较不会让你贵 你这样的喜福一点 那生意有受影响吗 多少一点 业者认为虽然生意受影响 但浪费度果然减低很多 其实隔个路口也是知名连锁披萨链 主打外送 但过去也曾大推吃到饱 不过评估台湾展店不易 吃到饱浓缩了甚十家 专心发展外带外送 也让想吃披萨吃到饱的民众 选择更少了 中文新闻张正如张凯亮 一路一台北车网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里的民众